好了 我們繼續錄這本書 剛才錄一錄一錄 不知道為什麼會停了 所以繼續講 剛才講到這本書 講到其中一件事 我們要好好演好我們的戲 演好我們的戲 這個其實我之前也說 在看劉翁和彭浩祥和攤叔 之前也很久 兩年多前 三年前 有一個舞台劇 《長渣流灘》 中間說我們每個人都要演好自己的角色 要懂得演戲 尤其是你在家裡有婆媳關係 其實你兒子會不會演戲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影響婆媳的關係 對著老婆的面口 對媽媽的面口 中間會演戲 其實有時會演戲 如果中間那個人懂得演戲 懂得演戲 其實很多時候所有事情都會順暢很多 所以這件事又要去學一下Ben Sir Ben Sir就是演戲與人生 演好一場戲就等於演好一個人生 其實我是覺得很對的 這個人生與戲 其實每一個人 隨著你年歲月的增長 你那個氣量 人的管控自己 你那個戲做得好 其實你的人生都會順暢一點 另外一件事 其實中間裏面也有說 我覺得挺有意思跟大家說 無論你覺得現在你生活在清水 臭水什麼都好 只要你一心向前游的話 其實你的環境 你總會其實是可以過去的 即是你的總要是過去的 即是你無論過程是多嘔心 其實由頭到尾 你那個主動權都是在你手上 所以你要記住一件事 更加就是要保持黑制 因為只要你不斷力真上右向前游 向前走的話 即是你最患的環境 都是會改變的 但是你如果把自己炒禍的時候 一下脾氣 把自己炒禍的時候 其實這樣就沒有了 其實那件事就會散 所以就是說 你要保持自己的黑制 保持你的上進 保持著你的原則 保持好你的尊嚴 學好你的知識 賺好你的錢 你跟一些你覺得適合的人玩 你不適合的人 你不跟他們玩 即是其實呢 你就OK的了 即是 那當然你會說 其實你現在這樣說 人生就黑制到 就好像一條死魚一樣 每天每天都要 都要控制自己 這樣跟死魚沒有什麼分別 那又不一樣的 即是我覺得 因為你要明白 但不黑制的時候 往往那個後果是很嚴重 那除非你自己要衡量一下 即是你衡量完之後 你覺得你揹得起那個結果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和別人反台 但如果問題是你覺得 又不是好得 又不是很能夠和別人反台的時候 那你就算了 那你便不要和別人反台 那我這件事情 不是叫你每次都忍的 不是叫你每次都不反台的 你賠得起那個 你就可以反台 賠不起的話 那你便不可以反台 其實這件事情 你又好像看一下 就是馬雲 那樣 馬雲最近她就露面了 但她其實很 大家都很 奇妙的一件事 就是她在哪裡拍的呢 這條片 之前也收了一些消息 其實她是一個人 她的人已經一早就走了 就是透過香港 經過新加坡 其實已經去了 離開了 那 因為她還在國內 其實你不知道 又不知道她在哪裡拍 又不知道她在什麼時候拍 是不是 但是那個法 就是你看回 接著那些電視台 就播回去 10月 去年10月的時候 在上海經濟論壇的時候 那句話 其實你看回 都真的蠻全的 就是她全部下面 都是金融界的大佬 那一下她就控制不了 她那一下就是 控制不了 不一定是情緒爆發 不一定是不開心 爆人瓶那些 叫做情緒爆發 那些才叫做 控制不了 有時候有這個說話 其實你可以不說 你就不說 她下面有這麼多金融大佬 還有這個王岐生 也是坐在那裡 她就說 中國的銀行業 根本是金融體制 根本上就是沒有體制 根本就是沒有體制 根本就是沒有管 我們不怕你去管 只是怕你用舊人 很舊的方法去管 那這件事情 你想想 你下面那些是什麽人 你給那些大佬聽到 大家一起做你世界 那你就這樣 所以 其實 不是說不爆 是可以爆 不過你衡量結果 結果你揹得起的話 你就可以去爆 其實你說 那不就很辛苦 那不就很難 就剛才說那一句 做人是沒有一件事不難的 如果有些人告訴你 慢事起頭難 但我告訴你 你慢事起頭難 中間一樣是這麼難 你的後來一樣是這麼難 其實中間你都沒有任何東西易過 你人生沒有東西易 唯一是肥是最易的 其他所有東西都難的 好像我做這個YouTube 有時候我的同事跟我說 Sharon你做這個YouTube 其實是什麽時間最難 你頭一千個人是最難的 你頭一萬個訂閱是最難的 之後就會容易的 但是我可以很老實 現在有百萬多個你們在聽我的YouTube 但我真的告訴你 其實從來沒有一段時間是容易過 我真的覺得做一條YouTube 真的很難 是很難 我真的用了很多精神時間去做 還有做YouTube真的很癡身 第一 我又不可以完全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譬如我已經覺得很幸運的人跟我說 你喜歡做讀書 你做讀書也可以起到這條頻道 因為我之前不是告訴你 有很多人都很piss me off 說做讀書沒有人看的 我心想你不看書而已 如果你不看書也好 如果你喜歡聽書 就在那裡看劇 我告訴你 有些人說 喂 你遲早沒有話說 然後我就會說 我心想你不是傻的 你看到全世界書店 會不會有一天的書店沒有書買 當然不會 書這件事 可能他不走書譜 你明白嗎 他不走書店 他以為會沒有書買 我告訴你 是無限這麼多書 只要你有時間 你有精神 你有什麼耐力去看 看死你都還可以 這個世界上 講書是不會講得完的 講到你死都還有 好 我不明白那些人怎麼這樣說 只可以告訴你 這叫什麼 就是他懶 很明顯 他很明顯 他很懶 他自己根本都不喜歡看 看書 我只可以告訴你 不會沒有書看 都說 講到你死了 還有書看 但事實就是 講書是辛苦的 因為你要做的 其實真的很多 尤其是你們有看我youtube 一直有看我youtube 又加入Patreon的朋友就知道了 其實我講書 是比一般講書的人 是講得多很多 人家講15分鐘 其實我肯定是15分鐘 或者講5分鐘的那些 其實他結開兩頁 看頭看尾就完結了 班子過子那些 肯定是沒有看過 因為他沒有吸收過 你見我 其實基本上我不用拿著本書去看 我不講 不是拿著本書來跟你講 我只要把本書 拆完之後自己再講一次 所以 問題就是說 你做這件事很大 你要有很多時間 有很多精神 難就難在這件事 有很多人現在最好即食 講時事 隨便說幾句 你看有些KOL 現在吃頭 連分析都不分析 隨便 隨便跟你報 每天有什麼新聞就算了 我心想 嘩不是吧 那也很騙錢 對吧 雖然youtube是免費 但我知道你們會幫我捱廣告 所以我都很用心 跟你們說 所以這又難不難 難的 但問題就是 這個實際上沒有東西是容易的 尤其是你要有好東西 是更加難的 每一樣好東西來 都一定是艱難的 所以你說萬事起頭難 這個時候是騙人的 不單止萬事起頭難 你做到最後也很難 現在我做到八萬多 真的要靠你們幫我盡量viral出去 因為去到八萬多這個階段 突然間這條頻道好像食製了 這樣瀝了在那裡 那天我就很擔心 我就是問王世宅 因為他現在十幾萬人 我們就很友善 我問王世宅 我問王世宅 糟了現在什麼事 現在這條頻道好像停了 不動 然後他跟我說 是這樣的 他說我由八萬去十萬的時候 都很難 我說有多難 他說我四個月 搞了四個月才可以 搞到兩萬人 可以去到十萬 原來是這樣 現在我經歷過 經歷這個 好像吃了豬肉湯 外外製製的頻道 原來王世宅也經歷過 他說是 因為你去到十萬的時候 Youtube真的會給你一個 他會認識你 是一個 真是很有價值的 content provider 但是你拿到這個認證之前 就是要 傲其心智 就是傲其筋骨 我現在就被人傲緊 這個時間 所以 其實我這個月 是有點沮喪的 搞Youtube 真的很努力 你們見我 很努力 約不同的嘉賓 其實 除了講書之外 其實我也很想 keep with with 時事 為什麼我要請嘉賓 不自己說呢 因為我 坦白 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說到這麼多飯 所以有些KOL 是什麼都去評價 其實有很多 其實有吹水 吹得很厲害 我覺得 與其是這樣 不如這樣 我就做一個有養分 還有一個 是 以事實為根本的Youtube頻道 盡量 我請不同的嘉賓 每一飯的嘉賓 都是那一飯的專家 OK 譬如 講台灣問題 找譚志強講 中國政治 請陶傑 才子講 然後 建制派怎樣看藍綠之分 請葉太 葉劉來講 你喜歡也好 你不喜歡也好 但我覺得 由他來講 那件事情 是有說服力的 譬如 那時候說 Covid 怎樣 fight against Covid 請了何柏良醫生來講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心血 這些全部都是心機 還有 我再三講 有些朋友 就說 Youtube用什麼 Youtube 我們不要這個公平的 我不要這個平衡的 我純粹要立場的 你走開吧 算了 你不要看了 我覺得你走開 每一個人 你要明白 這個頻道 是我作主 OK 不是你作主 你不喜歡就算了 這個是我作主 我作主的時候 我有我自己的立場 但問題是 就是我希望這個資訊 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 是面對公眾的 就是面對大家的時候 我就不想 是一個 就是說 永遠都是一個聲音 去給你聽 你們沒有聽聽不同的聲音 所以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 sign off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 就不需要勞氣 你又不需要 罵 不需要罵人 不喜歡就走 就是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 我再說多來講 要做一個情緒穩定的成人 還有記住 我之前跟你們講的 那部書人性的日子 不喜歡你可以走開 但是不需要罵人的 OK 所以那個 fact 就是說 如果你要 run 你自己的頻道 天天去罵誰都可以 但在我的頻道 我就不會了 我覺得 after all 我有我自己的形象 罵人幹什麼 總而言之 在一些大家 例如 看法很不一樣的嘉賓上面 大家都很清楚 我也有時候 我覺得 譬如我現在做新聞 就是我當自己是半做新聞的形式 其實有一個什麼好呢 就是說 你請一個嘉賓來 其實有很多時候問題 我是問了一些 我自己都很想知道的問題 例如我問葉太 喂 我很想知道 你其實是怎樣看藍王 你覺得是否真的可以放棄 有一半人的 OK 不要啊這一半人 那都是香港人來的 那他又不是 但其實我相信 其實他也沒有辦法 其實他也想不到怎麼搞 但是那個 fact就是 就是透過這個 跟他的訪問 我就會更加明白 原來他們真的想什麼 就是這麼堅困 就是他已經是 那個stereotype 進入了 就是很多時候 我都跟他說 其實不是每次去到 針對阿爺 那針對什麼 阿爺這麼遠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你特區政府做得不好 是你班官做得不好 你做得不好 你又把責任向上踢 然後阿爺接你幫 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阿爺接他幫 其實很多時候的問題 在這裡來而已 那所以 無論怎樣都好 我也是想說一件事 這個世界上 是沒有一件事是容易的 就是只要你明白 這個世界上 沒有一件事是容易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這麼艱難 你看到我 你看到我 哇!Sharon的YouTube 去到百萬了 但我告訴你 其實現在喝了豬肉湯 是呆滯了在這裡 你明白嗎 其實我也是我自己的煩惱 我都知道怎麼搞 他也是呆滯了在這裡 但我沒有辦法 這個人 就讓他呆滯了一段時間 之後 讓他醒醒的時候 他就自己再gear up 但是做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每一個人 其實都很困難的 這個世界上也都沒有人意 你覺得別人容易的事 其實不是的 別人艱難 沒有告訴你 所以你又不需要 把你少少自己的東西 發得這麼大 你要記住 要做一個情緒穩定的成癮 要演好一個情緒穩定的成癮 這件事 是非常之重要的 OK 那好了 這個部分 我們又講到這裡 下部份 下部份 就要和大家 講一下另一件事 就是 剛才說過人 現在就和大家講 另一件事 講一下這個 相愛 相愛 相愛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 有感情的煩惱 都會令到他情緒很不穩定 你都失戀了 在曖昧的時候 又不知道別人是不是 那些 但我告訴你 相愛是很容易的 相愛是純粹是五官的 但是相處就很難了 因為相處是基於三官的 什麼三官呢 就是人生官 價值官 和世界官 五官 他生得美女 生得英俊 那你就喜歡 但真的相處就很難了 因為 尤其是現在 今時今日這個社會 無論是香港也好 美國也好 價值觀是可以 一個社會裡面 就是很奇怪 大家都是香港人 為什麼價值觀差那麼遠 為什麼你會去南到變黑的呢 為什麼你會去黃到變金呢 你明白嗎 我只可以說 相愛很容易 相處真的很難 即是你當 跟大家的價值觀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你就已經很難相處了 要找到一個跟你價值觀很相近的人 其實也是很不容易的 相愛 其實你說簡單也好 你說難也好 其實我又覺得 愛情 說穿了 是一件很現實的事 如果那個人不愛你 他不喜歡你 即是 他要離開 是有無限的藉口 但如果他要留下 其實不用你留 他也會留下 所以簡單來說 愛情 就是一件很現實的事 其實這件事 在我很小時候 我已經明白了 即是如果他喜歡你 就什麼都可以 你怎麼做都可以 即是你多麼不理想 你多麼的任性 打橫來 惡屎能登 粗口難節 多麼蜜蜜 他都覺得是優點 他一天不喜歡你 就算你做到多圓滿 其實他都不喜歡你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說你不需要 因為一段的愛情 而是太過去遷就 感情其實是不能遷就的 即是比如說我自己 我也覺得是 我從來對朋友 和對情人 其實我都從來沒有遷就 如果我對一個朋友很好 或者我對我男朋友很好 完全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令到我很感動 他怎樣令到我感動 其實也只有一件事 就是說他令我 覺得我很被重視 陳奕迅那首歌也有說 重視能自肚餓 這件事其實真到不得了 如果那個人可以重視你的話 你會明白那件事是很有熱度的 如果他不重視你 你怎麼說他都不記得的 你說什麼他都不記得 如果那個人重視你 你輕微淡醒一句 譬如我們今晚9點才通電話 我太晚了 不行了 一句說話 其實他就準時晚上9點打給你 那這件事代表了什麼 就代表他重視你 即是朋友都是 即是朋友他是不是重視你 其實你自己會知道 我自問就是一個很操心大意的人 尤其是我對自己的東西 其實我真的非常操心大意 我整個心思就是 擺在一些不關我自己的東西身上 譬如美國總統大選 我又很緊張 即是所有不關我自己的東西 那我就很緊張 即是社會大事 但是你社會大事都關自己 都不可以說完全不關事 但又不是直接的關事 但真的自己關事的東西 其實我又不是很搞得清的 所以簡單來說 其實我是一個很操心大意的人 但是我身邊裡面 都有一些好的朋友 但我是一個操心大意的人 所以我又不是特別 很主動對人很好 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 就算你們也是 Carol也是 Carol 如果Carol你還在嗎 有沒有用心去看書 Carol 她說我Facebook做Live的時候 她就用心去看書 現在做Youtube做 有時候她會 沒有人叫她 她就不知道她在哪裡了 就好像Carol也是 我覺得Youtube就是認識 譬如你們好幾位朋友 Carol Anita 還有Corena 加拿大Corena 很多都是在Youtube上認識 有些時候還沒見過 有些朋友 因為加入了我Patreon 她又在香港 我們Gathering的時候 就有見過 你們對我好 其實我起初都未必會很留意 很aware 但是 當你發覺那位朋友 每一次你開Live 她都很準時來 都八個月 每一次都來 每一次都來聽 她給你很多反應 那我就會很上心 我永遠都是 因為我操心大意 那別人 每一次到我 又對別人有回應的時候 都是因為 我覺得是很被感動 因為我覺得你很重視我 你很重視我的時候 我就會湧泉相浮 這件事在感情上面 其實在朋友上面 其實都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 我就覺得 又不需要太過去偏離自己 又不需要太過去委屈自己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跟某些人的相處的話 你跟他相處的時候 你會令到你自己 很容易會不開心 情緒很不穩定 那我覺得那些朋友就算了 不需要勉強 其實你去到這個年紀 就好像我這麼大 你有多少時間剩 其實你也不是很多時間剩的 那你有時間的時候 然後你還沒去跟一些你自己喜歡的人相處 那就是COVID 現在在Lockdown 我覺得有一件事好 就是 因為你在還沒Lockdown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你自己很忙 你有很多人要招呼 你有很多人要認酬 有些人是你喜歡 有些人是你不喜歡 那天還沒COVID 還沒Lockdown的時候 你還沒有這麼深的反省 就是說 其實有些人其實可以不 可以 其實你有很多事情都沒反省過 包括大洗沒反省過 有些朋友原來可以少聯絡 那些也沒反省過 那突然之間 所有東西都閉嘴的時候 第一 你就不需要買那麼多東西 因為你買完都不能穿外出 我穿得最漂亮的時候 就是做這個YouTube Live的時候 錄片的時候 就叫做穿得最漂亮 平時上班的時候 戴著褲眼鏡 紮著頭髮 那你還用不著買衣服 那這一刻我才發現 其實我真的有很多衣服沒穿過 其實我真的不需要買那麼多東西 我以前是多麼浪費 我現在又多麼口悔 第二件事就是 原來有些人真的可以不需要應酬 反而你少聯絡 少了應酬 他的情緒會不會影響你 你更開心 你更平靜 那所以呢 就是我剛才說的以上的所有東西 教你做一個 就是提醒你 不是教你 我都提醒我自己 做一個情緒穩定的人 其實是有很多東西 其實你是將它減掉 其實你就自然就會 你就會穩定很多 那所以呢 在感情上面 這一點你要記住 就是不需要 感情世界是很現實的 就是它愛你就愛你 它不愛你就不愛你 你和你做什麼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當然 就是說你 如果你和它大家都互相喜歡的時候 你都 就是不要把自己當女王一樣 就是人家就算忍受 也有一個點的 但是也不需要討好 記住不要刻意討好 我身邊有些朋友 就是明明那段感情都 都凍過水 還刻意討好 其實你越刻意討好 它越走 所以算了 就是感情這些東西 就記住了 那你們有些人 就是對我很不友善的 那些就會很刻意 就寫我 你又說什麼 你又沒嫁 首先第一件事 在這個社會 今時今日 嫁和不嫁 你以為現在還在 我婆婆那個年代嗎 你都傻了 我活得好 你管我嫁不嫁 我生活都不知多好 我扮得多漂亮 我有多少錢要花 那有什麼所謂 不嫁就不嫁 你說對 那最重要 你身邊就是 你嫁了 你可能還辛苦過什麼 很多人大家心思肚明 都說了 相愛很容易 相處很難 但是你嫁了之後才發覺 相處有問題 如果還有小朋友 就更加難 所以呢 不用羨慕我 真的 你不用這樣說 你這樣說 我會知道你 我不遞得的 那好了 然後另外一件事 就是還有幾個項目 其實都可以提醒大家 做一個情緒穩定的人 有幾樣東西 我們還可以留意的 其實我們可以留意的 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記住 你的優秀其實是來自律 就是自律 剛才我都說了 自律 如果你一個人 是你人緣好的話 就很明顯看到你在脾氣上自律 林鄭很明顯在脾氣上不自律 所以每個都看到她害怕 我又去 不想跟她工作 你想想她老公 跟她這樣的關係 你看到她的人 肯定是沒有什麼自律 你脾氣好 人緣好 然後如果你的人很健康 你穿衣服又很好看的話 就證明你的嘴裡很自律 就是你吃得少 你懂得去做運動 所以其實所有事情 自律這一家爺 我告訴你真的很辛苦 自律就是自己對自己 發動的戰爭 就是你跟自己打仗 你想想一件多麼痛苦的事 所以我也是說一句 這個世上沒有東西是冤的 肥的你就不要說了 你一定是活得很好 肥仔肥妹是不能冤的 不是冤的 因為你一定是活得太好 所以你才知道肥 所以 好身材就是嘴巴的自律 氣質好就是收入人上的自律 人緣好就是脾氣上的自律 大家要好好記住 還有就是關於堅持 這個堅持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堅持這麼重要呢 因為譬如你們常常都會問我 就是說你讀書有什麼辦法 可以看書看得這麼快 那我告訴你 其實那個捷徑是什麼呢 其實我的捷徑就是很笨拙的 的堅持 一個你們覺得很笨拙的堅持 其實這個事實上 沒有東西是有捷徑的 如果你有朋友有問過我 為什麼怎樣可以 四五十歲的皮膚 回到水潤的狀態呢 那我告訴你 不好意思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因為隨著你年紀 你皮膚一定會變得差 但是如果你從小開始 譬如有塗防曬的 你有保護好自己的皮膚的 你睡得夠的 你吃得清的話 那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堅持來的 這些自律家堅持 那你的皮膚 就會耐老一點 你就可以白痴 耐久一點 沒有斑耐久一點 但是你可不可以突然之間 按一個按鍵 塗些什麼 回去回去 我告訴你 你看看所有的影片 告訴你塗些什麼膏 我最近看到YouTube有條片 一個阿伯 兩個眼袋很大 塗些什麼膏 突然之間會沒有 那些是騙人的 我不知道怎樣騙你 但總結那些是騙人的 這件事不可能的 所有東西都是靠堅持 讀書都是 如果你說 怎樣看書可以看得快 那我告訴你 唯一一件事 就是笨絕的堅持 就是你堅持每一天都看 你每個星期都看 那你看看 你自己的理解能力就會高 你理解能力看得高 你看得快 那你就自然會看得快 如果你看完一篇 你看都不明白 你看完又看 那你便會慢 所以這個世界上沒有東西 是有捷徑的 如果別人告訴你 塗了些什麼東西 突然之間可以變成怎樣 或者吃了些什麼 突然之間變瘦 你別相信 那些東西是不行的 這個世界上 唯一的捷徑 就是笨絕的堅持 所以到最後 就是跟大家提醒 人生是不容易 接下來就是農曆新年 接下來是農曆新年 初四我們有個特備節目 好個人的特備節目 現在先買個關子 不說著 到初四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 那 在這裡 我也說不祝大家 新年快樂 新年進步 祝你大家新年進步 又祝你新年進步 所以這一個的西歷年和農曆年 因為真的很近 只差一個月 但是祝你是什麼 就是好像本書裡面這樣說 在這麼曲折的人生 在生活這麼多的磨練裡面 你依然覺得人生是值得的 你仍然覺得人間是值得的 這件事情 才是你的人生最大的一個安慰 我覺得林鄭其實真的很慘 因為我覺得她搞完一輪 做了四十年公務員 去年的時間 剛剛四十年 所以才找到陳智思 去做一個圖子抹粉的 那樣的Propaganda 做了四十年公務員 到最後 現在聲明浪值 全香港750萬人 無論什麼顏色的人 都很真理 你說你是不是真的不值 做人一定要以林鄭為戒 記住戒這個光伏自用 記住 你想想如果你跟你老公也相處不到的話 你跟你自己也相處不到的話 你跟這個世界上 是沒有人可以相處得到的 你不需要特別去Please人 但是你一定要 不可以跟別人和平去相處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周圍全世界去辣火頭 不要全世界去挑起這個戰爭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刻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關係 都非常脆弱的時候 不要周圍去惹火頭 好嗎 那最後就記住 提大家支持我的Patreon Patreon裡面所有的片 都是沒有廣告的 還有是有很多我的小說 還有文章 相片 一些的分享在裡面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各位 各位 感谢观看